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并制裁中兴通讯,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东岸时间,周夜晚85-10投票表决,重申美国制裁中国大型电,新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ZTE在美国的进行商业活动,这项表决被看作成是抗衡川普总统,提出给予这家公司继续保持业务的努力,针对中兴通讯的条款, 是美国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,NDAA当中的一部分,该法案是参议院必须要通过的国防支出法案。